這幾個月不少香港人都積極考慮申請英國的BNO Visa 移民計劃 但究竟是否真的能博得過呢?究竟有哪些重點要考慮呢? 其實BNO Visa 真的很簡單 簡單到沒有朋友的 本身已經拿過BNO Passport 這個是一定很重要的 你有一個有效或沒有一個有效 不見了,放了籠底不知在哪裏 都可以申請,但一定要有第一半 接著有6個月足夠的生活費 驗了肺炉TB你沒事 無犯罪紀錄 你可以證明到你和你的子女配偶的關係 你帶著你的子女配偶進去 如果你的資料齊齊了 那你就已經可以網上申請了 上載一些資料上去 沒問題 我估計他一個月左右就會給你 還有要付250磅申請費 還有給IJXS的醫療補費 但其實這兩個費用 整個英國移民的體系來說是最便宜的 你申請學生的資料是300-400磅 他現在收你250磅 我覺得是5年 真的抵得賣大包 除了剛才以上的幾件事之外 你也要證明你的常居地在香港 很多朋友都說 我在哪裏上班 但老闆在香港公司請我 就叫他香港僱主 出一個工作證明信給你 因為他BNO的指印也是這樣說 你給僱主證明信 我就證明你常居地在香港 譬如你有交香港稅 稅單也可以證明你常居地在香港 很多人都問六個月生活費是多少錢 你一家四口 你有二三十萬磅的總資產 怎樣都夠了吧 如果你沒有的 你一家四口十萬磅 我都覺得殺了 應該問題不大了 很多人都問 究竟BNO visa 是否真的播一播 買一張機票去英國 那麼簡單呢 我個人來看 從移民的角度來說 是的 分幾個層次 如果你真的沒有想到去哪一個國家 你只是想離開香港 整個環境很喜歡 很壓抑 很保安全感 總之自己想改變 自己想離開香港 不管你哪裏 但你又沒有一個特定的目標 在加拿大哪裏 從錢的角度 香港人是最精明的 英國是最划的 以前還說擔心 那給多少錢的申請費 會不會收你很貴 划你一筆 NHS錢 又划你一筆 現在不是 全部都很正勞 大哥又是250磅 你申請澳洲說的 萬多澳幣 所以其實從錢的角度 他是真的 不能輸的 我作為移民官 我常常說賭米 我常常在賭米 但他真的 你不能告訴別人 這是不準的 但如果你真的說 我有親戚 有朋友在加拿大 我真的不喜歡英國 那種濕濕濕的天氣 我對加拿大是情有獨鍾 因為我在加拿大讀書 我很喜歡 那你就選擇加拿大 但加拿大有它的代價 有一定的費用 譬如有些人說 澳洲和紐西蘭 都是同樣的 你喜歡那裡 你就要付出那個代價 但如果你真的萬無目的 我只要離開香港 BNO 真的 真的 看不到理由 我不是鼓勵大家去移民 我做了移民這麼多年 有很多人移民都會後悔 因為 天氣不似預期 真的 你去到跟你預期的東西 是不一樣的 大家都要有這個心理準備 無論你去加拿大 英國也好 澳洲也好 新西蘭也好 去二國民的人都知道 那裡的節奏沒有這麼快 那裡的人是客氣很多 從效率是真的給不到香港 你一定要調整自己的心態 還有一件事就是 我不得不承認真是二等公民 因為你不熟悉那個環境 未必說英文說得那麼好 你自己真的要調節你的心態 不要每樣都想著香港怎樣 去到你一定要忘記這件事 那你的人就會開心些 就好像賣仔磨磨頭 你就不要回頭了 什麼都不要管 從零開始 你要有這樣的心理準備 那你去到哪裡都會開心些 如果你說 真的假的 我打算去加拿大 我又覺得加拿大貴 我打算去澳洲又覺得澳洲貴 那你不如去英國 因為為什麼呢 投資加拿大二三十萬 澳洲二三十萬 那你拿那次錢 在英國生活三四年都夠 你不大洗的 不去賭的 不被人騙的 其實原則上你真是夠洗的 是不是真的那麼笨 從錢的角度 是 從手續時間 是 但是真的從生活的角度 就見仁見智 去到你懂不懂香港生活呢 因為有一件事很差的 很純英式的口音 你真的很多香港人 原來真的不習慣 因為我們已經不是殖民地時代 沒有人再說純英式的口音 所以連我去到英國 有時候都要調節一下 因為我們講到北美音 加拿大音 美式英語 第二 英國人的文化 其實跟東方人挺像的 很客氣 操促一些 可能比較假的 不喜歡你也是 好 謝謝你 背後就 大家再想 我們很多客人 譬如有些人正在申請台灣 有些人正在申請葡萄牙 有些人正在申請加拿大 其實有很多人問 現在有BNO 你選哪裏 台灣因爲這些案子 拖很長時間 因爲有些人真的 很喜歡台灣 他只是想找一個地方 離開香港 如果你真的等不及了 你又要付600萬台幣 其實我覺得你去BNO是沒有壞的 台灣你又付600萬 你又要做生意 又要請人 但是你BNO 什麼情況都沒有 那你600萬 差不多10萬 英鎊到 那你都夠兩年生活費 甚至你省些三年都夠 對一個移民來說 第一年是最難過的 第二年轉入大直路 第三年就順暢 所以你三年之後 你應該可以賺到錢 譬如那些葡萄牙 西班牙 希臘買樓的計劃又如何呢 那我都很直接告訴你 那我一定選DNO 真的個人很BIRAS 也是一個很客觀的分析 你買一層樓 你每年要付地稅保險 還要回去Renew 隔一兩年 你層樓要維持五年 如果你真的不在葡萄牙住 足五年 即是要再維持五年 不可以賣的 那你每年給那些Maintenance 是多少錢呢 少數有霸場計劃 如果你是想著 不是家 不想著去住 我是想著維持住 那如果你說我一年 可以在香港賺到100萬 每年給兩三萬歐羅的Maintenance 那沒所謂的 但不是的 我會連根拔起走的 我會住的 一家大小不回來的 那我覺得葡萄牙西班牙希臘這些 你買三十多萬 我不如買在英國 你又不想學過葡萄牙文 不用學過西班牙文 不用學過希臘文 你會年紀大了 再學過新語言 真是容易的 那如果你說不是的 我又不想去住 但又想著子女去英語系的國家 那你就不選BNO 不選葡萄牙 你選愛爾蘭 愛爾蘭你捐四五十萬磅 那你自己不去住 那些子女就可以在愛爾蘭 用英文讀書 其實LOTR 一直都有的 亦不像5加1 特別為外面謠傳 是為香港人設的 其實LOTR 是一個人道和恩恤的理由 你是一個迫害 很特殊的情況 所以去到關口的時候 因應個別情況 讓你進來 但傳統的LOTR 是不可以做事和讀書的 這次英國政府特地改了 準備申請BNO的持有的人 就可以做事和讀書 其實是否一定給你呢 法例上不是的 但我暫時看到很多人都拿到的 除非你拿著本BDTC 當了BNO入境 因為很多老一群人 香港以前是拿BDTC 後來九幾年 就規定有BNO 如果你沒有申請BNO 你以前曾經擁有BDTC 其實你就沒有資格申請 今次的BNO Visa LOTR 其實是一個 Bridging Visa 過橋的簽證 在這段時間進去 可以做事 可以讀書 或者不做事 不讀書都可以 然後就在裡面生活 到1月31日 你正式提出申請 有些人是用旅客身份入英國 你可以去到 在當地境內再申請LOTR 但因為他們現在申請更多 所以如果去到1月31日 你的LOTR都未批 而你的BNO批了 他會退回LOTR的錢給你的 很好的 有些人就在Border入境的時候 就直接進去 我要申請LOTR 他們就會安排你的 很多人都問LOTR的問題 其實有兩個問題 LOTR是否這麼值得申請 如果你在香港 即你住在英國之後 沒有什麼收入的在香港 即不會再有租金收入 或者是工資收入 你就可以用LOTR進去 為什麼呢 其實這牽涉稅務的問題 當你的人一進去英國 你所有的海外收入 就算稅 但如果你拿到LOTR 即是你人已經在裡面 那你還有香港很多收租 那些就全部要算稅 那你就沒有傻 或者你拿到LOTR 接著再拿BNO訊息 再賣香港層樓的錢匯入 這就是一個稅務的問題 所以看看你在香港 還有多少錢要帶過去 如果你等到1月31日 在網上申請 拿到BNO訊息 然後再帶錢進去 一起賣香港 那你就沒事了 總之記住 錢要先進去 如果你在英國 那些錢再進去 你就很大機會 就中了這個稅網 所以關鍵在這裡 不是那些什麼 給不給 拿不拿到 不是在這裡 最關鍵就是稅 要交多少錢稅 LOTR算不算5加1 其實在法律上 還沒有一個很清晰的界定 如果以我們對英國的法律來看 以及以這次的詳細情況公佈 其實是應該會計算的 為什麼呢 這次都說明了 如果你之前是拿開 T1 Innovator Visa Investor Visa 你可以Swap Visa 即是拿BNO 你就可以延續你的居留性 那些時間都會計算 那為什麼LOTR不計算呢 所以其實很多國家的移民法例 就是只要你一個合法的身份 在這裡居住就會計算 除了你是旅遊人士身份 很多國家的移民法例 旅遊人士身份是不計算的 有什麼大不了呢 你不是說你的LOTR 你拉很長 拉一兩年就說而已 所以其實我不太在意 我比較在意 你要交多少錢稅 其實你什麼時候開始計算5年呢 是你自己申報的 如果你已經拿了LOTR進去 那就是英國的常居地 已經開始計算了 到時候填5加1 去到第5年比 你申請了Indefinite Leave to Remain 你就填了什麼時候進來 什麼時候開始在這裡居住 那就會和你計算 總之你5年入面 完成所有居住要求 一年沒有離開英國超過半年 而且最好一年住足9個月就更容易 你說1月31日還要申請 開放申請 你申請到可能2月底才拿到 然後你一個多兩個月之後才去LOTR LOTR進去 那就開始計算了 其實嚴格上是你人在英國的時候 才開始計算 很多人都搞亂了一件事 BNO Visa和5加1是兩件事 5加1不是為BNO而設的 5加1一向在英國的移民法例裡面 或者公民入籍法裡面是存在的 所以這個5加1這個Rule 是Apply to all 是Apply to所有英國移民的人 所以你拿到BNO Visa 然後在英國開始住 住夠5年之後又符合居住條件 就住夠日數了 你就可以開始申請永久居民 即是Indefinite Leave to Remain 然後再住多一年就可以申請入籍 當然入籍就符合居住兆建 英文試 考入籍試 這些